主耶稣圣名正道 我们继续来分享 来学习主耶稣的讲道局 靠做圣灵的帮助 我们现在要一同 以耶稣的心为心 我们要一同来体会 主耶稣的喜怒哀乐 我们看菲利比书的第二章 请大家翻开 菲利比书二章的第五节 这里说 圣经告诉我们 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那基督的心是一颗怎样的心呢? 主耶稣他有快乐的心 他也有忧愁的心 他更有愤怒的心 今天我们大家一同来进入 一同来体会耶稣的心 这样简单就是来体会 耶稣的心情 我们应当乐耶稣所乐的 我们也应当苦耶稣所苦的 我们也应当忧耶稣所忧的 我们同时也应当怒耶稣所愤怒的 这就是主耶稣的喜怒哀乐 主耶稣面对不同的事情的时候 他就有不同的心情的反应 我们从圣经上来体会 来看主耶稣的心情 第一我们来看主耶稣的喜乐 这时他的心情是喜乐的 喜乐的心情 那主耶稣到底为了什么事情 这么快乐呢? 你认为呢? 耶稣是为什么来快乐? 请看耶稣福音书十五章 耶稣福音书十五章的十一节 这里主耶稣说 他要将他的喜乐存在我们的心里 当主的喜乐充满我们的时候 那我们就有满足的喜乐 满足的喜乐 那问题是主的喜乐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有时间从九节到十七节 前后去看一看 我们就会看到 主耶稣的喜乐原来是因为爱 因为爱而喜乐 这是要从前后文去看 你会很清楚地 耶稣原来是因为爱而喜乐 第九节他说 我爱你们 一开始就说他爱我们 然后就开始讲 他讲他不要把他的爱 他的喜乐存在我们的心里 他的喜乐就是爱啊 就要将他的爱存在我们心里 那当我们得到主耶稣的爱 我们内心里面也有主耶稣的爱 那么这种主耶稣的爱 会让我们喜乐 而且这种 从主耶稣来的爱 从主耶稣来的这种喜乐 可以满足我们 叫我们的喜乐可以 非常的满足 非常的满意 那第九节说 天父爱主耶稣 那主耶稣爱我们 那么在十二节的时候 我们就学会了 彼此相爱 因为主耶稣将他的爱 存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就懂得什么是爱了 我们也晓得要怎么样去爱了 当我们晓得的时候 明白的时候 我们就学会了 彼此相爱 那当我们懂得 彼此相爱的时候 这就是主耶稣的喜乐 原来主耶稣将喜乐 存在我们心里 就是主耶稣将他的爱 存在我们心里 这样我们就得喜了 这样我们的主耶稣也喜了 这样我们的天父也喜了 这样的结果就是 大家都喜了 神喜了 耶稣喜了 我们都喜了 而且这种喜乐是非常的满足 因为这种爱是无怨无悔的 因为这种爱是没有条件的爱的 而且因为这种爱 主耶稣给我们的爱是爱到底的爱 爱你到底的 而且这种爱是永恒的 那就是不改变的 所以让我们很满足 很满足 很满意 因为这种无怨无悔 他已经嫁给我很喜乐 没有错 这些都会让我们快乐的 是没有错的 但是主的喜乐是什么吗 主的喜乐不是因为这些 主的喜乐是因为爱 爱我们 爱天父 那天父也爱他 那我们也爱 谁会爱他 那我们谁会爱他的时候 也会谁会爱其他的兄弟姐妹 主耶稣说 这个就是我的喜乐呀 非常的满足 非常的快乐 所以我们要去明白 耶稣的喜乐 到底是喜乐什么 那你今天的喜乐 又到底是喜乐做什么 还有一件事情 耶稣为什么会喜乐呢 我们看路加福音书的第十章 我们读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 请念 这里你看到耶稣是为什么喜乐吗 这里说 父啊 是的 因为你的本意 本事如此 主耶稣是因为神的美意 天父的美意 而喜乐 二十一节 正当那个时候 主耶稣被圣灵感动 被圣灵感动就欢乐 就喜乐起来 圣灵也叫做喜乐的灵 主耶稣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感动而喜乐 这告诉我们什么 这告诉我们在悲伤的时刻 在忧愁当中 我们应该要多多祷告 特别是我们非常悲伤难过的时候 真的要特别地祷告 借助圣灵 靠着圣灵 给我们喜乐 圣灵的充满感动 叫我们喜乐 因为圣灵就是喜乐的灵 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见证 只是传到没有时间 在讲 祷告中被圣灵充满的喜乐 把最痛苦的悲伤 全部都清除出去 这种情形 就是主耶稣曾经体验过的 这里说 耶稣被圣灵感动 就欢乐了 被圣灵充满我们 就会喜乐了 今天这么多忧愁的事 这么多 很痛苦的事情 这个是不能否认 因为这个是悲伤的世界 苦难的世界 伤害的世界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世界 这样的环境中 来生活的 虽然是这样 但是我们有圣灵 有主耶稣的爱 要被圣灵充满 可以将这些悲伤痛苦 清除掉的 所以当我们有悲伤痛苦的时候 记得要像主耶稣这样 祷告被圣灵充满 就欢乐起来 那么再接下去看 主耶稣说 天地的主啊 我感谢你 父啊 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那天父有一个旨意 什么旨意呢 就是像那些自以为是 那些骄傲的聪明人 就隐藏主耶稣真正的身份 那么像那些单纯的 谦卑的那些人 就显明主耶稣的身份给他们 这里就 这里绝书说 父啊 这个就是你的美意 这就是天父的美意啊 原来天父的意思就是 那些骄傲的人 自以为是的人 不用显现给他看 不用让他知道 耶稣真正的身份 不用 你知道为什么 天父不给他们知道吗 因为他们根本就 不接受主耶稣的 他们根本就 因为耶稣在他们心目中 他们比耶稣更厉害 比耶稣更有学问 比耶稣更优秀的 那既然是这样 那天父说 那就不用显给他们看了 就是主耶稣说的 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啊 不要把珍珠丢给狗啊 不用啊 请问 请注意哦 这是天父的旨意来的哦 所以福音啊 天国的福音 宝贝啊 不是那个 巴萨玛兰的 那个烂的产品啊 不是啊 这个天国的福音啊 这个荣耀的福音 它很珍贵的啊 不是每一个人都配得到的啊 不是呀 那谁配得到呢 那些谦卑的 单纯的 哦 那些有需要的 可怜的 天父说 献给他们看 让他们明白 让他们看到主的救恩 明白主耶稣的救恩 那主耶稣就以天父 这个美意哦 为快乐的事情 因为这个旨意 就是关乎到 主耶稣本身啊 他们要不要接受耶稣 他们要怎么样来 选择 那就是 在主耶稣身 就是 就是关乎主耶稣本身啊 那么主耶稣说 父啊 就以你的旨意为快乐 我觉得这个旨意 很快乐 很美满 主耶稣以 遵行天父的美意 为喜乐的事情 那来对比我们的今天 很多时候呢 大部分的信徒啊 刚刚好是跟主耶稣相反的 主耶稣是以 遵行天父旨意为快乐的 今天我们如果说要遵照天父的旨意来做 我们是 我们是很难过的 我们是很 很为难的 传道有讲错吗 你不信你看很多祷告 很多祷告就是要 耶稣照他的祷告 替他成全 主啊要医治我的孩子 主啊要给我的孩子第一名 主啊要给我先生赚钱 主啊要给我这个给我那个 然后耶稣要照他的意思 给他成全 而且这种祷告很久了 全主耶稣都没有答应啊 你没有给他孩子第一名啊 只给他第三名第四名啊 虽然有赚钱 这不是他想象中赚这么多 不是照他的意思赚这么多呀 甚至没有赚钱啊 所以他就难过了 所以他就不快乐了 就是我们要耶稣照我们的意思做 我们就会快乐 如果要我们去照耶稣的意思 那我们就会快乐 不但只不快乐 甚至会开始埋怨 甚至会埋怨 会批评啊 这个就是我们跟觉书 常常相反的地方 完全相反的地方 所以觉书的喜乐是什么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第一是因为爱 因为爱而喜乐 第二是因为遵行天父的美意 为喜了 无论天父的旨意是要耶稣怎么样 甚至要他钉死之架 他都以为美 都以为快乐的事 感谢主我们能遵行天父的旨意 这世界非常快乐的事 因为很多人都做不到啊 很多人都不愿意啊 感谢主我们却可以做到 我们却可以去遵行 那请问这不是 这不是很快乐的事吗 请问这个不是 这不是很荣耀主的事情吗 无论天父的旨意 要我承受什么 感谢主给我力量 给我信心可以去顺服 可以去施行出来 哇 这是一件快乐的事啊 这是一件荣耀主的事情 这就是耶稣的喜乐咯 但今天我们的喜乐是什么 耶稣听我就喜乐 耶稣不照我意思做 我就不快乐 所以我们今天啊 从耶稣的喜怒哀乐 去体会耶稣的喜乐 去学习耶稣的喜乐是什么 今天你的喜乐是什么呢 会是因为爱主耶稣而喜乐吗 还是因为 要你去爱耶稣 你就觉得很难 很为难的事情 兄弟 如果今天要你去爱耶稣 你是不是感觉到 你很为难 很辛苦 叫你去爱别人 去爱你要爱的人 哦 那就高兴到半死 叫你去爱耶稣 你觉得很辛苦哦 但是耶稣 因为爱你 爱我 爱我们 主耶稣觉得很快乐 因为爱我们 祂很快乐 今天你的喜乐是什么 你会因为 遵行天父的旨意 而喜乐吗 还是因为 要你遵行天父的旨意 你觉得很辛苦 你觉得很难过呢 甚至你生气的埋怨呢 好 我们继续来看 主耶稣的心情 来学习主耶稣的心情 应该是说来 进入耶稣的心情 主耶稣的哀伤 学习到底为了什么事情 来悲伤呢 请看亚福音书的十一章 35节 请念 这是全本圣经中 最短的一节圣经 耶稣哭了 那为什么耶稣会悲伤而哭呢 短短的一句话 没有过多的解释 倒进了耶稣的人性 祂的人性 圣经共有三次 记录主耶稣哭了这件事 一次是为耶路撒冷来哭 第二次 另一次是在克西玛能一言 很痛苦 很大声地哀哭祷告 这第三次 就是在这个时刻 在拉撒路的死亡现场 在这里哭 大家都认为 耶稣的哭是为拉撒路的死而哭 36节 犹太人说 你看 他多么爱这个人 爱到这么懇怯 爱到为拉撒路来哭 但是我请问你 耶稣是为拉撒路的死来哭吗 不是的 很多人搞错了 耶稣哭不是因为拉撒路死了 所以他很悲伤 绝对不是呀 那到底耶稣在哭什么 为什么来哭呢 我们从33节到38节 请念 这里38节 又再次描述耶稣的心情 耶稣的心又悲伤 我们来解释 为什么耶稣会悲伤 第一 耶稣因为世人不信 但是又无可奈何 来悲伤 世人面对死亡的时候 是无可奈何的 是无可帮助的 是无可避免的 简单说 面对死亡的 是绝望的 现在呢 站在他们当中的主耶稣 就是生命的主 就是得胜死亡的主 就是满有能力的主 可是他们又不信 而且主耶稣已经 之前已经行过几次的 死人护活的神迹 就好像我们星期五讲的 刚刚让那个 埃鲁的女儿护活 前面站坐的 在他们当中 就是生命的主 就是能够战胜死亡的主 可是他们又不信他 因为不相信 现在要面对 死亡的威胁 死亡的下止 那将来呢 还要面对 永恒永远的审判 主耶稣想到这种情况 主耶稣就为了 世人的这种无知 又不应心而哭了 请注意耶稣的悲伤 是因为这样 世人面对死亡 没有办法 可是当中 主耶稣就可以 解决这个死的问题 他们又不相信他 那么只能够 永远被死亡下止 那更可怕 耶稣想到 将来要受神 永远的审判 因为你不信 所以主耶稣酷 是因为这样 因为你的硬心 因为你的无知 你虽然无知 但是行了这么多神迹 看到这么多神迹 你听到这么多 天国的道理 你又不信 你又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主耶稣突然间 心情就很悲伤起来 而且哭了 再哭 悲伤 再第二次的悲伤 从主的哭 我们看到主耶稣 爱世人的心 也看见世人 将来要受永远的死 永远的审判 这样的情景 你叫主耶稣的心 怎么不悲伤呢 主耶稣的目的 来到这个人间 世间 就是要救人的呀 就是你叫他死 他也愿意 他也高高兴倾的 为我们死呀 心甘情愿的 为我们死呀 可是我们不信啊 我们不接受 他这种爱啊 这就是主耶稣的悲伤 一直到今天 在我们教会里面 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有一些人的表现 有一些信仰的情形 也让耶稣很悲伤 让主耶稣哭泣的 知道吗 在一次的圣餐当中 主耶稣给一个信徒 看主耶稣的忧伤 他在圣餐当中 祷告的时候 他看到主耶稣显现在 我们当中 主耶稣的脸 充满着忧伤 痛苦的样子 非常的忧愁 非常的痛苦的样子 然后他看到主耶稣用手 一直按着他的胸口 一直按着胸口 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他在祷告中就问主 主啊 你是不是心很痛 他一直问主啊 你是不是心里很痛 主耶稣没有言语 没有回答 到最后他看到主耶稣 轻轻地点一点头 主耶稣不必向你解释 主耶稣也不需要再讲什么 因为你一看就知道了 主耶稣现在的心情 满脸都是忧愁忧伤 用手按住他的心口 因为他的心痛呀 他这么地疼爱我们 给我们圣灵 给我们真理 给我们荣耀天国的赏识 种种的祝福 没有一样他不给我们 我们今天怎样对他 我们今天是怎样信他的 在圣餐的时候 也没有真正用一颗 诚实的心来纪念他 来感谢他 只是一种表面上的 一种形式化的动作 人在教会里面 心根本不在耶稣的身上 特别是在圣餐这个时刻 就是纪念主死的嘛 就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牺牲流血的嘛 谁在意他 谁理他呀 表面上是我们来纪念主呀 都在讲话的 都是在迟到的 也没有用一颗心 真正的安静地坐在主面前的呀 有一些更过分 要接待员去叫他进来啊 圣餐啦 领圣餐啦 才大摇大摆走进来的呀 你说他有在纪念主吗 你不要再说谎啦 你根本没有在纪念主呀 没有教你 竟然你都还不想进来呀 你跟我说你在纪念主 你说主耶稣看到这种心情 他怎么样 他对你愤怒吗 对你审判吗 你受不起的啦 你受不了的啦 主耶稣痛苦 只好痛苦 管教你也不是 骂你也不是 审判你也不是 他只有痛苦 不断的痛苦 所以主耶稣安坐他的心口 告诉我们 他的心痛 不是肉体的痛 那些钉石自家流血 肉体的痛 不是 比肉体的痛更加痛 就是心里的痛 这是我们在圣餐的一个见证 忧伤的耶稣 心痛的耶稣 在另外一个圣餐 有一个信徒祷告 因为那个教会实在实在太软弱 太软弱 这是我们传道长子可以做见证的 在圣餐的时候 没有人理耶稣的 请注意这是另外一个教会 另外一处的教会 不是刚才那个 小孩子跳来跳地 走来走去的 跳到在后面 跑到前面来 前面就跑到后面去 在椅子这样跳跳跳的 讲到也没有办法讲下去 那他的母亲在那边喊 喊啊坐下来 整个教会就乱了 这种情形不是一次 好多好多次重复又重复 传道骂了又骂 讲了又讲 那其他的呢 这只是孩子的问题 其他的呢 其他也是一样 两点半聚会 2.30pm 三点了 好多信徒才慢慢地来到 已经三点了 不是一两个来哦 好多信徒都三点才来聚会 已经两点半聚会了 已经圣餐了 我在重复 这不是平常聚会 在此圣餐聚会 我在重复 不是一次两次 常常都是这样 所以 那个信徒啊 那边有一个爱主的信徒 他心里很痛了 他就 在祷告的时候 他问主耶稣 他说 你看到这种情形 你不生气吗 说啊 你看到这种情形 你不伤心吗 他问耶稣 好像主耶稣不生气 主耶稣不伤心的样子 因为主耶稣 好像主耶稣都不理不问 不管 反而是这个信徒在伤心 在悲伤 所以他问主啊 你会伤心吗 主啊你会生气吗 你自己回答咯 结果 就在他这样问主的时候 主耶稣显现 一样的 主耶稣一句话也不说 同样的 耶稣脸上带着我 忧伤的脸 突然间 他看到主耶稣在流泪 有眼泪从耶稣 从耶稣的眼 这样流下来 这样递下来 一滴一滴 这样一直递下来 那主耶稣身穿白衣嘛 他看得很清楚 那些眼泪 递到主耶稣 摆设衣服的时候呢 是红色的 一滴一滴都是红色的 主的眼泪 滴到地上 地上的那个痕迹 那个水地 是红色的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主耶稣不只是流泪 主耶稣在流血啊 你说主耶稣伤不伤心啊 你说主耶稣的心痛不痛啊 他不是在流泪 他根本是在流血啊 眼中流血 眼泪变成血了 这些都是在圣战发生的事情啊 这就是主耶稣的悲伤啊 别人这样对他 他无所谓啊 别人不信他 打他 辱他 骂他 他无所谓啊 今天这样对付对待主的 是我们神的儿女们啊 神的孩子啊 在教会一直在吵 主耶稣看着都很伤心 他又来领圣餐 因为他在过又在骂 我讲的都是真实的事情啊 第一领换圣餐 吃饭的时候就在相骂啊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吗 你说主耶稣到底会不会 你说主怎么不伤痛呢 兄弟啊 你能体会主耶稣 这个时刻的哀伤吗 你能体会这时刻 耶稣的心痛吗 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来体会 来进入主耶稣的心情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主耶稣的愤怒 你谁都会愤怒 你也会愤怒 我也会愤怒 但是我们今天的愤怒 是为了什么 我们很多时候的生气 愤怒都是情欲 情欲世界的 那主耶稣的愤怒是什么呢 请看亚福音书的第二章 13到17节 verse 13 to verse 17 verse 13 now the Passover of the Jews was at hand and Jesus went up to Jerusalem 14 and he found in a temple those who sold oxen and sheep and doves and the money changers doing business 15 and he had made a whip out of cords he drove them all out of the temple with the sheep and the oxen and poured out the changers money and overturned the tables verse 16 and he said to those who sold doves take these things away do not make my father's house a house of merchandise 17 and then his disciples remembered that it was written zeal for your house has eaten me up 看到吗 这是主耶稣的愤怒 look at this anger of the Lord Jesus 我们启示录说的 羔羊的愤怒 一个羔羊都会发怒 the book of Revelation describes this as the wrath of the Lamb 这里说 主耶稣的心 如同火烧 here it tells us that the heart of the Lord Jesus was likened to 主耶稣 为什么在这时候 在这里这么愤怒呢 因为主耶稣说 我的心里为圣殿着急 我的心里如同火在烧 这里除了表达 主耶稣的着急 为圣殿来着急 更是表达 主耶稣的愤怒 这个火烧 是非常的这种 火的愤怒 那主耶稣就 怎样来处理呢 怎样有什么动作呢 请看这里有七个动作 第一 主耶稣拿绳子 当作鞭子来赶他们 那这些绳子呢 是从哪里来的 这些绳子本来就拿来 牵着羊 绑着牛羊 在圣殿买卖绳子绑着牛 绑着羊用的 主耶稣释起这些绳子 当作 鞭子来打他们 来赶他们 你看到主耶稣真的愤怒了 第二 第二 不单只这样 主耶稣还把那个 税瑞换 钱赢的 那个钱 倒出来 把钱全部倒在地上 倒出来 主耶稣的动作很大 第三 不单只把钱倒在地上 倒出来 还推翻那些桌子 推翻桌子已经足够了 绝书还没有停止 又把椅子啊 坐着的椅子 也把椅子推倒了 第四个 一般上推翻桌子就够了的嘛 耶稣还没有停止 把椅子也推翻掉 第五个动作 把买卖的人啊 做买卖的人 赶出去 赶出圣殿 第六个 不单只把人赶出去 也把牛羊 那些牲畜都赶出去 那第七个是什么呢 第七个你在这里看不到 你在马可福音书 十一章十六节就看到 11章十六节 主耶稣不许人 做器具 抬着那些杂物 在圣殿走来走去 走进走出 主耶稣不许他们 再进进处处 抬着这些杂物 进进处处在圣殿 那因为这件事情 当天 祭司长和文书 就在当时 就在那一天 要把耶稣杀掉了 我们看马可福音书 十一章 十八节 请念 好嘛 你看十六节 耶稣不许人 做器具 就是那些杂物 进进处处 十八节 祭司长和文书 听见这句话 就想法 只要除灭耶稣了 说耶稣在 洁净神的殿 这是每一个人 都要支持的 都要同意的 不单只要同意 你甚至要参与 参与耶稣 一起洁净教会 可是 主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 做这件事的时候 当天的祭司长 跟文士 要把耶稣 除灭掉 要杀掉耶稣 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祭司长 就是在圣殿 侍奉神的 最高的领导人 应该讲 就是最圣界的人 那些文士 就是在讲圣经 讲立法的人 主耶稣帮真神 洁净教会 洁净圣殿 你要感谢 你要参与 你要支持 反而生气 反而要把耶稣杀掉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最大无畏圣殿的 同意这件事情 做买卖的 就是这一般人 老实说 如果这一般人 不同意 不让他们 进来做买卖 谁可以进来 祭司长不肯 谁敢拿东西 进来卖 因为他收到了钱 贪了一些钱 这是有利益问题 存在的 你叫他们 怎么能忍受 主耶稣 这种洁净圣殿的行为 那就是说 他们把这个圣殿 无畏就是他们 你没有给脸我 我很丢脸 你在众人面前 做这种事情 让我很没有脸 现在这个不是 给脸不给脸的问题 兄弟 这个是神的殿 已经被污蔑了 已经成为贼窝了 这个圣殿已经不圣洁了 已经成为贼窝 撒胆的窝了 污蔑灵的窝了 里面讲地义 讲金钱的 哪里还有圣洁 哪里还有公义啊 所以主耶稣是因为 圣殿被污染了 所以而生气的 今天你看到圣殿 教会被污染 你会生气吗 我要问你这个问题 很严肃的问题 很明显的污蔑 请问你会生气吗 还是对那些 要洁净教会的人 要让教会圣洁的人 你反而生气他们 你反而很讨厌他们 今天你看到一个职事 一个长老 或者一个传道 要洁净教会 你是对他生气 还是对他支持 请你回答一下 不用回答我也知道 你一定讲 我当然支持洁净圣殿的人 但真的吗 真的当传道 要洁净教会的时候 你会支持吗 你真的有支持吗 还是像当日的文士 法利赛人这样 很生气 甚至要除灭耶稣 还是这样子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确实是这样的话 就叫做历史重演 就是当耶稣要洁净教会的时候 有人要杀掉耶稣 请大家严重地看待这件事情 这不是你在对付传道的问题 你是在对付耶稣 因为耶稣洁净圣殿 是主的旨意 主耶稣的行为来的 是主耶稣做的一件事情来的呀 是主耶稣很愤怒的事情来的呀 你敢阻止吗 你不但不能阻止 你还要支持 你不但要支持 你还要参与一份去洁净 主耶稣传道有讲错吗 那在圣经里面 主耶稣的愤怒 还有好几次了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我们再看一次 这个将来 将来主耶稣还会再生气 叫做将来耶稣的愤怒 那不是现在 那是将来 那将来的愤怒呢 是因为现在累积起来的 累积累积耶稣现在不审判 不对你愤怒 祂累积累积 到将来就对你愤怒了 所以不要以为 现在耶稣没有审判 没有管教 没事啊 你又是好汉一条 你又是一个 很多众人拥富的人 票数很高的人 你不要得意忘形 因为会累积将来的愤怒 我们看这个 《帖撒罗尼加前书》 《帖撒罗尼加前书》 《第一章》 我们读第十节 这里保罗写信给 泰撒罗尼加教会的 弟兄姐妹 他说我们等候他儿子 就是主耶稣 从天降临 那请从这里 去认识耶稣 第一 耶稣就是从天降临的耶稣 有没有 第二 他就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位 那就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第三 那位救我们的 那这个就是救我们的耶稣 那第四 将来愤怒的耶稣 有吗 英文有吗 将来愤怒的耶稣 不管了 就是有没有讲 有 对了 就是有了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 四种耶稣 第一个是从天降临的耶稣 第二个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第三个就是救我们的耶稣 救我们很多 救我们敬天国 救我们脱离神的愤怒 救我们脱离死亡 那很多 那叫做救我们的耶稣 那第一次 就是我现在要讲的 将来愤怒的耶稣 圣经老师说 很少这样讲 我准备到 常到的的时候 我也没有准备到 这一节圣经 就刚刚半小时前 要上台的时候 突然就我翻圣经一看 很奇妙就看到这一节 将来愤怒的耶稣 让我看见 我正在讲耶稣的愤怒的心情 圣灵带领我进入神的话里面去 带领我进入这一节里面 去看我们的耶稣 他不仅只是 同天降临的耶稣 他也不只是 从死里护活的耶稣 他也不只是 救我们的耶稣 他更是 将来愤怒的耶稣 特别指将来 那你要看耶稣的愤怒 你要看启示录了 将来的愤怒是 多么的可怕 我们看 七十六章 第六章 将来愤怒的耶稣 我们看 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看 我们就看这个十六节吧 十七节 今天的人不怕耶稣 我们教会 很多信徒都不怕耶稣 我说的不怕之说 连犯罪了也不怕 得罪神了也不怕 作恶事也不怕那一种 将来就会怕了 现在不怕 将来会怕了 但是将来怕 已经来不及了 我宁愿你现在怕耶稣 你现在会怕耶稣 你以后就不会怕耶稣了 因为你现在会懂得 怕耶稣 你就不敢再得罪他了 不敢再犯罪了 你不敢再做恶事了 那么将来我就不怕呀 你现在不怕 你将来才怕 那个就很可怕了 因为这里说 作宝作者 跟羔羊的愤怒 神的愤怒 跟主耶稣的愤怒 十七节说 这是他们愤怒的大日子 神的大日子 不是庆祝那些节日 我们的大日子 就是欢庆的节日 叫做大日子 主耶稣的大日子 就是愤怒的日子 那是祂的大日子 谁能站立的主呢 主耶稣的愤怒 从以前 祂在世的时候的愤怒 跟现在我们信徒 所行所做的愤怒 一直到将来 耶稣的愤怒 都一直在强调 以前 现在 将来 你能够体会主的愤怒吗 你有过主耶稣 这样的愤怒吗 我们是否 常惹起神的愤怒 本来神不愤怒 我们一直惹祂 一直惹祂 惹到神发怒起来 有没有这样 一次两次 三次四次 我没有时间看圣经 这种惹起神的愤怒 惹起祂 本来祂一直忍 那一只忍 那一只忍我们 一直给我们机会 可是我们常常惹祂 亲爱的兄弟姐妹 我们去体会 耶稣的喜怒哀乐 甚至我们应当 去表现 耶稣的喜怒哀乐 就是 耶稣的悲伤 你却不悲伤 你却不悲伤 耶稣愤怒的时候 你却不愤怒 耶稣的喜乐 你却不喜乐 那请问 你有没有 以耶稣的心为心 我们看到没有 耶稣喜乐 你不喜乐 耶稣愤怒 你不生气 耶稣悲伤 你也不悲伤 你怎么说 你有耶稣的心 你没有 没有耶稣的心 就没有耶稣的生命 因为主耶稣的生命 全部都在彰显在主耶稣的心情 全部都彰显在主耶稣的生命里面 因为在主耶稣的生命里面 必定有祂的喜怒哀乐在里面 感谢神 今天我们按照圣经 再一次地来认识我们的主 来进入主耶稣的心里面 来体会学习了主耶稣的心情 求神保守我们 May the Lord God preserve us 唱诗 Let's sing a hymn 五十首 Hymn number fifty 唯独耶稣啦